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俊瑶遇刺一事引发全港关注 然而最令人寒心的却是这群人 同时香港多位争议律师也为其出谋划策 当地时间11月6日早上80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瑶于屯门起封商场地下遭凶手假借献花刺伤 凶手当场被捕 目前该凶手身份曝光 此前没有刑事记录 从现场视频中可见 一名蓝衣男子假扮支持者向何俊瑶献花 和他聊天分散注意力 突然从书包里掏出尖刀刺向何俊瑶胸口 何俊瑶反应较快 受伤后还与周围人一起制服了歹徒 男子被暗倒在地后仍在叫嚣 据香港警方表示 何俊瑶被可疑人刺伤 目前一时清醒 已由救护车送院治理 事件中有三人受伤 包括何俊瑶 何俊瑶助理及遗凶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中 根据视频中 可见袭击者与何俊瑶对话内容 袭击男子说道 你好哈 大家都看到你的努力了 何俊瑶回答 多谢多谢 袭击男子问道 你介不介意 何俊瑶回答 你是说一起合影吗 好的好的 袭击男子说 我拿一下我的手机 袭击男子倒地后大喊 何俊瑶去死吧 杀了他 你这个贼 你这个人渣 事件发生后 有微博网友曝光了凶手的身份 该凶手名叫董伯辉 1989年生 此前没有刑事记录 何俊瑶事后 在社交媒体发出新闻稿 回应此事 何俊瑶表示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正在留院接受手术治疗 并强调 自己仍然会无畏无据 香港特区政府就此事也发表了声明 发言人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 并表示 警方已拘捕一名涉案男子 并会深入调查案件 发言人表示 香港意向是多元包容的社会 市民表达意见时 应该和平理性相互尊重 政府也绝对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 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 保障社会安宁 另据香港电台网站消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北京总结行程时 主动提到何俊尧预袭事件 他强烈谴责 实习者的行为 并向何俊尧致以慰问 他强调 特区政府对任何暴力 都一视同仁谴责 任何暴力 都不能容忍及接受 林郑月娥表示 过去数月的纷争动荡 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令人担心会否有传染性 社会对暴力的容忍度越来越高 林郑月娥认为 何俊尧预袭事件 是在进行选举工程中实习 令不少人 包括政党担心 是否有人计划 破坏区议会选举 他重申 特区政府会尽力举办一场 公平、正义、安全的选举 各界要共同谴责 任何破坏选举的行为 何俊尧是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 自香港发生暴力示威以来 何俊尧呼吁乱港分子停止暴力 即便被激进示威者攻击 及威胁人身安全 甚至父母的目的都遭到破坏突兀 他仍多次发生撑警 据香港大公文会全媒体报道 何俊尧事后在医院 讲述自己被袭击的情况 引述医生的话表示 凶手下刀的位置正是心脏 如果不是他当时躲得快 可能已经受到致命伤 他的同事为了保护他 一位手精被凶手割断 一位胸口中一刀 何俊尧同时还表示 希望香港的秩序能够尽快恢复 不要再发生这类事件 随后 何俊尧通过微博发出新闻稿回应 称 受伤后仍然会无为无惧 何俊尧在文章中称 首先感谢各位关心我的支持者 朋友和媒体 本人今早在屯门乐翠区进行战阶宣传 期间遭受胸徒 需以持刀袭击 但幸好还能躲开 造成的伤口大概两厘米左右 仅是皮外伤 后面的胸阔骨挡了一下 所以没有捅得很深 已及时送到急诊室 接受医护人员治理 目前我没有生命危险 正在留院接受手术治疗 另外有两位同事 一位手部受伤 一位双手及手臂受伤 凶徒已被拘捕 感谢医院及警方 对我及我团队的帮助 最近 建制派已经被黑色势力的威吓所笼罩 办事处和宣传品被形势毁坏 候选人被抹黑 今早 甚至是香港区议会选举上黑色的一天 候选人竟然受到凶徒蓄意的袭击 竞选秩序已经荡然无存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今天我何俊尧虽然受伤了 虽然这个竞选气候已经不公和失去秩序了 但我仍然会无畏无惧 因为香港已经够乱了 正如我的选举口号 稳定胜于一切 我们要止暴之乱 让香港社会回复安宁 何俊尧预袭的消息传出后 香港光头警长刘瑟 也第一时间在微博上表达关切 并对如此恶劣行径表示愤慨 他说 这么尖锐的刀子像胸口直插 根本就是虚以谋杀 律师出身的何俊尧 从不掩饰立场 尤其是面对着四个多月的香港乱局 何俊尧曾明确表示 香港人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倘若有人在香港搞港独 搞颜色革命 做一些卖国和煽动群众去叛国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明确是非 与他们抗争 他本人也因其旗帜鲜明的爱国爱港表态 或无数网友的点赞和力挺 事情发展到这儿 舆论的愤怒还集中在行刺的嫌疑人 可随后令人寒心的事情发生了 部分黄媒在报道这件事时 夹带私货的质疑何俊尧的遇刺是自导自演 而境内外社交网络上 也还有网民支持这样的议测 让人感到荒唐又无语 比如这家黄媒将重点放在了 嫌疑人充满仇视意味的话语上 显然是不安好心 果然评论区充斥着对何俊尧遇刺冷嘲热讽 这种观点很快在内地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 这条已经被他删除的微博里 各种暗示何俊尧遇刺是自导自演 而这样的判断居然还得到了一部分网友的支持 更加令人愤怒的是 立法会议员何俊尧 左臣遭凶徒以令人刺伤 震惊社会各界 但山暴派立法会议员在事后举行记者会时 仅未问而无谴责暴力 香港文汇报记者其后访问了全体25名山暴派立法会议员 大部分人均拒绝谴责暴力 其中议会阵线的梁耀中更质疑事件的真假 朱凯迪则声言事件真相有待调查 极为冷血 身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书庄 仅对何俊尧遇袭受伤表示慰问 希望对方尽快恢复投入工作 但并无谴责暴力 他更企图淡化 视似企图谋杀事件的严重性 声言何俊尧主要受皮外伤 更趁机称 近月民主派不少议员已受到袭击 希望警方可以积极跟进 一视同仁尽快破案 并声称 很多候选人和市民 都希望区议会选举能如期举行 希望特区政府履行责任 香港文汇报记者 其后访问了全体25名三暴派立法会议员 其中仅5人明确谴责任何暴力 部分推托说 陈书庄已回应 部分经企图抹黑何俊尧 部分则截至本告截稿 仍未有回复 针对何俊尧遭歹徒近距离掏刀刺凶受伤 都为职业大律师指出 事案男子已干犯香港法律第212章 侵害人身罪条例 包括第17条 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大律师马恩国表示 由于凶手在本案中显示出罔顾后果的特征 所以可以寻比严重杀害更严重的意图谋杀起诉 马恩国解释 罔顾后果是指 人可预见或应该合理预见可能的伤害性后果 但该人仍然决定继续该行动 对后果不关心或有意识的不予理会 而只要是意图谋杀 不论是否对任何人身体造成损伤 军署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可处终身监禁 退休裁判官黄汝荣表示 本次案件比之前官堂有警员遭割警更严重 担心对其他区选候选人或选民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 根据目前公开的案情细节 凶徒是有预谋犯案 控罪时有两种可能性 如按照侵害人身罪条例第17条规定 以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罪提控 刑期应在十年左右 如按照企图谋杀罪提控 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陆伟雄接受《大公报》查询时表示 伤人罪可分为有意图伤人或意外伤人两种 涉案男子假意赠花近距离掏刀刺凶 表面看来是有意图要令人受伤 以及有预谋有理据控告须以伤人 陆又指 如证实涉案男子是收钱袭击何军瑶 判刑会较重 至于实习者袭击立法会议员 刑则会否不同 陆维雄则表示 无论系立法会议员 定系普通市民受席 刑发上细无分别 此外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求红 六日在出席香港中资企业活动时表示 香港的暴力正在从打砸抢烧 一步步走向毫无底线的杀人害命 少数暴徒及背后黑手 正试图将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 求红指出 有建制派议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暴徒的袭击 暴徒的尖刀直刺议员的胸膛 这是赤裸裸的蓄意谋杀 求红表示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 针对在港中资企业的打砸抢烧暴行 对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的暴力冲击 对建制派议员办事处的暴力破坏 对一切在港合法经营企业的打砸暴行 以及对无辜路人的泯灭人性的暴行 香港中联办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及警队 严正执法止暴之乱 求红表示 驻港中资企业将坚定不移的 和广大爱国爱港同胞站在一起 初心不改坚定前行 继续支持特区行政长官 特区政府 警队以及建制阵营 为尽快实现止暴之乱 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而不懈努力 就何俊尧预期一事 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光天花日之下当众行凶 对代表市民的立法会议员进行刺杀 暴徒的恶行已经发展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评论文章称 暴徒越丧心病狂 就说明他们已经走上绝路 爱国爱港人士 绝不会让何俊尧独自去战斗 对何俊尧的伤害 就是对全体建设力量的伤害 香港的正义力量 必定会奋而崛起 必定会越来越团结 越来越强大 邪不压政 正义必胜 这是规律 更是民心 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 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 要坚定不移 不容丝毫犹豫 我们相信正义的力量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